好现在呢我给大家来讲如何使用net命令呢 来管理用户管理服务管理共享 这个命令呢是一个补合命令 net后边呢加上user可以管理用户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图形界面来管理 我们使用这个命令呢也可以 那么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CMD大家看一下 用命令管理用户呢都可以进行哪些操作 大家看我前面演示呢 经常给用户创建用户啊改个密码都是在命令里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net help user可以查看帮助啊 可以查看net user这个命令的帮助 啊这些 用户名啊密码呀 add是添加 delete是删除 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那么现在呢咱们看完帮助了啊 这个帮助我们查看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个是查看帮助 我创建用户啊 net user 啊密码呢 a1碳号 add 这个命令呢是添加用户 那么如果我们不加add net user admitrator 啊如果我写上a2碳号 这个呢是更改密码 啊如果如果我们后边不加add是更改密码 那么我们 f5看一下这是创建的用户 如果我想把这用户呢加到组里边 啊 net local group admitrators 写上呢 喊 把这用户加到组 那有的写生说了 如果把这个用户从这个组里边删除 怎么删呢 哎这就删了 如果如果我想删除这个用户 怎么删呢 net user 喊 这个命令就删除用户 好 这是呢 关于这个用户的这些管理啊 把用户这个创建用户改密码 加入到组 从组里删除 从组里加入 删除用户 这命令都该演示一下 那么 有的学生就会说了 老师你你这个 你用图形界面也能创建用户 那你用命令创建用户干啥呢 咱们看一下啊 假如说我这台计算机 有一堆用户 我想创建 啊 假如说我想创建十个用户 我右击 然后点新件 很麻烦 我可以这样来做啊 假如说 NAT user 张三 A1探号 NAT user 李四 A1探号 NAT user 王五 A1探号 哎 我就可以啊 使用记事本 把这些创建用户的命令呢 一个写一行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改改名 改成BAT 然后一点之行 哇 瞬间这用户就创建完了 大家看一下 AF5 是不是这用户就有了 那如果我想给这些用户改密码 啊 或者把这些用户加到股 你把这个Ad去掉 你自己写成这个命令 或者说我想给这些用户改密码 你把这个Ad去掉 你执行那这里面用户呢 这密码 就都 改了 那么这些用户呢 我把它删掉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保存一下 Ctrl S保存一下 我执行一下命令啊 你执行啊 这立刻就有了一批用户 并且呢这些用户呢 就已经加入到这个组了 快吧 好 这是给大家说的 用命令呢 来管理用户 那如果我想创建一个组呢 可以Net Local Group 想说Manager 那这个命令呢 就创建了个组 我想删除这个组呢 删除这个组 就是这个组的管理 好 这是NetUser 和NetLocal Group 这两个 这个命令的组合 它对用户和组的管理 好 现在呢 我给大家来讲 Net这个命令呢 还可以管理我们Windows上的服务 这个服务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启动的服务呢 停止了 也可以把停止的服务呢 启动了 然后这个服务呢 我们可以让它暂停 然后呢 可以点继续 现在呢 我就让大家看一下 如何管理Windows上这些服务 咱们看一下 Windows里边的这些服务都有哪些 它们的名称是什么 比方说我这台计算机啊 它有一个这个TiNet服务 咱们看一下这个TiNet服务 这TiNet服务呢 我给它改 改成Snow启动 然后现在呢 它是停止的 咱们看这个服务呢 有这个服务名称 还有显示名称啊 那么我们用这个命令来进行管理的话 咱们看一下Net Stop Net Start 我们要启动一个服务了 后边要跟服务名 写上这个 这个服务就启动了 咱们看到吧 F5刷一下 一启动 咱们要想把它停止的话 Net Stop 这个服务就停止了 那么我们要想重启一个服务呢 我们要想重启一个服务呢 这样 我建一个计时本 我就写上NetStop 这个服务名 然后呢 在写上 Start 啊 这就是重启 当然你这个命令里边呢 可以重启一大堆服务都可以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我改一下扩展名 改成BAT 以后我想重启Net服务 我直接双击这个 就行 如果我想让一个服务暂停 咱们可以写这个命令 咱们可以写这个命令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是暂停 这个呢是暂停 我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暂停和继续 那有的形容就会说 这个是暂停和继续 这个暂停和那个停止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服务暂停了 那么连过来的这些人 已经连过来的人继续工作 那么 那些新连过来的人 不接待了 这个服务呢 在内存中就处于 啊 还是在内存中啊 没有释放 如果我们把这个服务停止了 相当于这个程序就结束了 啊 Continue呢就是继续工作 那么就能够连接新的用户了 啊 这是给大家说的这个 这个暂停和继续 那大家学完这个之后 啊 这个 有啥用呢 给大家讲讲啊 如果我们这个计算机上装了一个外边站点 这个外边站点 你发现过一段时间就慢了 重启一下这个服务 重启一下外面服务就就正常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啊 这个写一个这样的一个 写一个这样的一个批处理啊 BAT这样的文件 从 停止一个服务 启动一个服务 然后 我定时每天让它重启一次 这就没事了 啊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批处理呢 自动的让它 我们创建任务计划 自动的让它给我重启这个服务 就可以 如果这个服务的名称中间有空格的话 你一定要加上引号 啊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服务吧 Netlogon服务 我们看这个服务啊 这个服务名倒是没有 那个空格 你可以在这直接写啊 如果这个服务名有空格 一定要带引号 引起来 好 这是给大家讲了 使用Net命令的 来管理 这个NetSale 可以用来管理windows上的共享 我们看一下 用这个命令 可以查看咱们计算机上的 共享 NetSale 我这个计算机的C盘共享了 Admin Dollar共享了 还有这个远程链接的这个共享了 远程IPC共享了 那么 我如果想在这台计算机上 再创建一个文件夹进行共享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比如说Share Data 然后呢 可以这样共享 我们用这个命令呢 可以查看 多了一共享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命令 来进行共享 比方说 Net Share 写上共享名啊 比方说HomeWork 等于 共享哪个目录呢 我在这呢 写上 Test 共享 共享 这个 C盘下的 Test 后边呢 可以加一些参数啊 比方说 加一些标注 VMark 然后 写上 Students HomeWork 就建立了这些共享 大家可以看一下 F5 我再刷一下 这个泰词也共享了 并且 这个共享名呢 共享的还描述呢 也都有了 看了 那么我们在这输入 NetShare 也能看到刚才的这个共享 如果我想删除这个共享 我们可以这样来删除 NetShare 就把这个共享删除了 好 这是给大家讲了 使用NetShare 来 创建共享 删除共享的过程 这些呢 也可以写到P处理里边 比方说 我这个用户一登录啊 就共享一下 一注销这个共享就删掉 可以写到这个脚本里边去 下面呢 给大家讲NetUse 这个呢 可以连接网络共享 也就是说 用它可以访问网络上的共享资源 共享文件夹 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来用啊 假如现在啊 现在这个server共享了一个ShareData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我们在这台计算机上呢 看看 咱们看一下它的地址啊 它的地址是多少 它的地址呢 是100 那么在这呢 我就写上100 哎 它让我输上密码 啊 那么我在这呢 可以这样来做 Admitrator 密码呢 A1 A2 态号 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共享啊 然后我就可以 影射网络启动器 影射成这一盘 登陆式重新连接 以后啊 以后 我这台计算机在访问的时候 哎 你会发现 访问网络上的资源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就跟访问本地上的一个盘一样 然后呢 直接在这里边 加内容就可以 这个是共享权限不允许啊 如果我在这设了共享权限 那共享权限制 EVERYONE能够写入 满下控制 那么我在这里边呢 加上东西还是可以的啊 新建一个 两个TEST 一个文件 没问题啊 那么刚才的这个操作 把那个共享 然后 访问共享 创建那个 输入了账号密码 然后影射成网络寻射器 这个过程呢 其实也可以用命令来实现 Net Use 用命令来实现 那么现在呢 我就给大家 用命令来实现一下 当然我把它换到一个干净的状态 然后呢 再访问 好 现在呢 大家看 我如何用命令 来访问他的共享资源 我们看一下 共享名称 和这个显示名 规定一样 共享名称 就是ShareDate 然后呢 你要 你要想访问人家的共享 你得知道人家账号密码才行 在后边呢 还得写上账号和密码 否则你连不过去啊 后边呢 后边呢 要写上保问webserver的账号 和密码 否则你没权力连啊 那么我写上他的密码呢 是A1 A2 碳号 后边写上 user 冒号 webserver 这个呢 是webserver 这个计算机的名称 把写上 使用这个账号来连 那么我一敲回车呢 哎 我看啊 ShareDate 那这个还真写错了 Date 应该是什么呀 哎 就成功了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从这能够看到 啊 这里边的私人 我就能访问了 好 这是用这个命令 来实现 这个 影射一个网络启动器 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呢 可以写成一个开机脚本 是吧 改成Date的 用故意登陆 你连上去 我把这个命令呢 给大家整理一下 这么快们的 黑水 都关开 启动 customized 咱们美术 大家 撒